好 谢谢戴绝 您刚刚也看到这热居然会热死人 现在下午两点多 外出活动动辄要面对37 38度 有不少老公还得跑业务或是户外工作 好 老公想问老板啊 您能不能给我高温价 这可能吗 还有会不会是有难度呢 我们这一节推播来分析给你听 接下来这高温价的可行性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Yes123求职王进行的一项调查 他发现9成5的老公认为 政府应该要订定高温价制度 但是你政府制定了 老板就会照做了吗 而且劳资双方可能想的不太一样 您看到80.7%的民众是热到不想上班 甚至现在高达7成的劳工是怎么样 还在户外工作哦 那么您看到赞成高温价的劳工呢 其实蛮多的 主要是在标题上面这95% 而希望还能有津贴啊 好 这些劳工他怎么想的 劳工希望能够下方我们来看到 希望呢这个雇主能够给他多少的津贴呢 来到了2338元左右的津贴 好 那就想问资方了 资方你到底怎么想 你会给吗 这份调查还蛮跳脱大家的这个思考哦 你看到居然有接近一半的雇主觉得 我是赞成高温价的 而且有超过这58%的人是愿意给高温津贴的 可是平均下来资方当然有一些成本顾虑考量 他们平均下来愿意给的补贴大概是1598元 好 双方其实这数字有落差 看起来想要补贴的金额跟劳工期待的金额 打了68折左右 不过谈到这高温啊 你看到其实资方现在看起来还是有意愿给高温价的 但是实际上可行吗 老板可以给这个放假可能吗 劳工部之前已经有提到了 其实要高温价看起来还是要看各个主管愿不愿意 而且其实我们国内已经有所谓的热危害法规 如果在室内工作有高温作业规范 在室外工作其实有户外作业的安全指引 这个法规其实要告诉雇主说 你要提供可能在外面工作的人 可能包括遮阳 供水 还有一些热危害的一些评估 如果员工中暑是因为你执灾的话 这个雇主是可以被开罚的 是罚3万到15万元 当然你看到上班族更希望雇主 如果你今天担心产能下降 不给高温价可以啦 那好歹太热的时候提供我们一点饮料吧 让我们喝起来可能心也比较凉一点 然后你看到有一半的这个员工是希望呢 如果有中午的猜禽 尽量就不要太中午了吧 以及有些职业包括像是业务保险 要求穿西装嘛 那么有这些老公希望说呢 尽量还是不要逼着我们穿这么厚重的西装 以及将近四成的人 希望上班能不能穿凉一点 穿拖鞋或是凉鞋来上班 好 期待自己的老板能够给这些bonus 还不如求自己 当然你看到现在包括这消暑小物 也是得自己准备啊 天气这么热 除了画面上吃冰可以降温消暑之外 有一项调查是特别提到了 其实包括现在运海也特别准备了 这在办公室的一些消暑小物 像这种小型的电风扇啊 上班族可能很多人都有之外呢 您知道根据调查第一名是什么呢 第一名除了这个电风扇之外 还包括了就是冷饮了 当然你说冷饮啊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喝这个手摇饮 担心会发胖 那不妨呢 你可以喝一点像是无糖饮料等等 也许呢 在这个花钱消暑的部分 可以再稍微省一点热量 或者是说也不用花太多钱 在消暑上其实您知道吗 有根据像研究 上班族每个月要多花多少 2894元在这消暑商机上面 所以我们累积下来光是一个夏天 您知道包括刚刚约翰提到的这个电风扇啊 还有冷饮啊 以及一些可能防晒啊 抗暑的一些商机高达了806亿元 真的非常可观